我家住在黄土高棚 大风从我上滑 黄土高原曾被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 却曾是华夏民族的摇篮 曾经也是绿意盎然 却变得黄土漫漫 如今却又重新披上绿衣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大家好我是卫一 今天是2024年4月24号 接下来几个月呢 我们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开着我这辆小车车 到着祖国的西部环游一圈 在旅途中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惊喜 又或者是什么样的挑战 想想就很激动 这两天呢 我们会先抵达封水林以南 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定期 就让我们出发吧 在我的身后就是独属于我们大西北的浪漫 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之所以叫黄土高原 就是因为黄土实在太多了 飞沙走石这个词语 很好地概括了自然界中风的力量 大量沙尘在西北风力的作用下 被搬运到黄土高原地区 经过数百万年的累积 就形成了浩瀚无边的黄土高原 我记得小的时候 只要挂沙尘暴 家里就会扫出来一桶沙子 但是这几年国家的治理 就是我们的沙尘暴 真的已经减轻了很多了 在这里除了能看见黄土高原 也能看见绿绿的树 还有新鲜的植物 下面流淌的呢 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 因为它寒沙量大 水色灼黄 所以称它为黄河 它发源于青藏高原的 八岩喀拉山脉 流经九个省 从高山峡谷到平原丘陵 最终汇入渤海 经过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 土质松软肥沃 土壤中营养充足 最适适合开垦和耕种的 我们这里种的都是玉米 高粱小麦 也就是在这片土地上 华夏文明得以孕育繁荣 但由于过度开垦和战乱 导致植被破坏 使得黄土高原 形成剧烈的水土流失 也让黄河的寒沙量极高 一碗黄河半碗沙 可不是夸张的 我们这里的黄河 它比较平静 如果想看这种波涛汹涌的黄河 可以去看一下虎口部部 我们这属于上游 但是虽然看着黄河非常的平静 但是其实它里面有很多 我们看不到的那种漩涡 所以会比较危险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们只要去黄河边游泳 回家必定挨揍 接下来我们将前往定西市 它也是中华民族黄河文明的 重要发想地 就让我们出发吧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公路呢 它刚好是穿过这个黄土高原 这个山坡中间 就是千沟万赫之中 以前总觉得是一个小土棚核 现在跟它齐平了 看着它还是挺大的 我们现在爬到了山顶 然后从这里看 就能看到那里黄河分界 那边呢就是白银 到这边呢 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了兰州 站到这上面呢 看整个黄土高原 就能看见它千沟万赫的纹路 特别的清楚 站在黄土高原之巅 四周是无尽的苍凉和孤寂 可是大约在四千到五千年前 这里可是郁郁冲冲的森林 和茂密的草原 随着人类的介入 植被被破坏 在流水的侵蚀之下 黄土高原逐渐变成了 如今大家印象当中 千沟万赫的模样 我们在路途中 发现了一个烽火台 这里呢是朱家沟二号 烽火台遗址 是一个明代的烽火台 在明代的时候 这种烽火台 它每五公里 就会放一个这样子的烽火台 当看见敌情的时候 就会在烽火台上 点起狼烟 然后从这个烽火台 传到下一个烽火台 下一个烽火台 再点起一远 也一直传到均匀位置 在这个位置 瞭望望山望水 下面像一梯田一样 好壮观呀 新中国诞生之初 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 仅有6.1% 面对严峻的水土流失问题 枝杀人通过修建玉泥坝 种植汉做梯田 退耕环草各种方式 不仅成功遏制了水土流失 还大大提升了粮食产量 经过70多年的努力 黄土高原的植被覆盖率 已达到了63%以上 成为我国森林覆盖率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 从过去的黄土慢慢 到如今的生机盎然 从最原始的洪荒之地 到充满现代气息的楼煞林立 黄土高原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它的地表色彩从绿到黄 再由黄反绿 让我深刻地理解了那句 绿水千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这里欣赏了一会儿壮阔的风景 我们就要接着出发了 我们前方就要到定西区了 现在是晚上七点多了 我们终于到定西了 一共180多公里 但是我们开了三个多小时 路还是稍微有点崎岖 它弯道比较多一点 今天呢就打算在定西休息了 给你一瓶花药水 喝下去就不可身体皆地 请请念着你懂得就愿意 一扇门就通往一河起 早上好呀 我们昨天就是住在定西的体育场 你看定西的绿化 现在做的也非常好 定西呢它地处黄土高原 青藏高原 西青岭的一个交汇的地带 自战国秦至陨西郡以来 也有2200年的历史 定西盛产的呢就是土豆 南方应该叫马铃薯 当地人叫洋芋 所以我们今天打算去尝试一下 他们这的洋芋粉 这会儿呢就出发 大家的你们这个市场是你们这时间比较长的市场了呗 电视机做的 我是看里面有一家好吃的那个洋芋粉 我就到这来尝一下 哦 很开心 好谢谢啊 谢谢您 电视机给我吃了有半个汤粉 我们都是带汤的 不是专业盖外 哦 我们要一个麻辣粉 然后再要点菜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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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里边的它的土豆是水 这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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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也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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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边有减少的用心是大一点 更耐用一点 它们的粉不能吸着水 会被呛爆 本来想着跟我们那的辣椒差不多 但是呢 便宜在辣椒会辣一点 品尝完定吸宽粉的 它确实它们的粉跟我们的粉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这的粉呢 韧性更强 更有嚼劲一些 配上它们汤汁和醋 还挺好吃的 现在呢我们就要向秦陵以南 接着出发了 我们现在就走上了去隆西的路 少年的模样 尽情的心脏 让黄昏支去我的心脏